瑞士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台湾并指明要到金门参访 8号抵达金门走访包括北山古洋楼波音墙古灵头战事馆等战地遗迹 立委陈玉珍充当地培在北山波音墙接待外籍友人 让他们了解金门地理位置和国共战争在金门发生的事实 以及金门人追求向往和平 立委陈玉珍开心地跟瑞士国会友台小组共同主席握手致意 来到位在金门最西北面的北山波音墙 欣赏邓丽君悠扬的歌声还有心战喊话 因为这里曾经是我国政府对中共的心理战术之一 瑞士国会议员到这边来到我们金门来参访 有彭志远帮来我们非常的欢迎 其中有一位议员是我去年在瑞士就认识的议员 然后特别来到这里跟他们介绍说 金门跟厦门一一带水是非常非常近 只有大概1米1500公尺的距离 然后介绍大登机场 新建的大登机场以后会有8,800万的人赤在机场出入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金门人的想法 喜爱和平 然后跟大陆往来很密切 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的当地居民的想法 就是参访金门 大概也想来两岸的第一线 因为刚刚我特别要就是邓丽君这个北山波音杖 告诉他以前邓丽君在这边做这个心战谈话的这个情形 这是第一次有国外访团主动要求要到金门访问 在走访多个战地遗迹之后 一行人也来到著名的金合力钢刀 亲眼看着原本作为军事武器的炮弹 经过回收裁切锻造大磨之后 变成一把行销世界的金门钢刀 因为他们很多欧美的人士对于金门这个用炮弹做钢刀 他们觉得很有很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说能够用把战争留下来的碎片能够恢复利用 这个在金门这种战地这个历史上 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炮弹做菜刀代表战争与和平 像我刚刚就直接现场我们做的那把 代表我们台湾的那个勇士刀 我让它代表能够我们台湾跟瑞士的友谊 让它带回瑞士做剧烈 科尚为瑞士台湾友谊的字样 也象征他们此行的目的 即使瑞士是中立国 仍然强化国防主动参与国际事务 而这回瑞士友谈议员站在两岸最前线 向世界发声民主的可贵 未经许可贵